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股场直击 我是主持人施施 还有今天的股评人七叔 大家好 七叔,最近股市表现这么反复 金鱼缸的波浪有这么厉害 究竟各位股民如何避险才是最好的呢? 又有什么股一看就知道读过山拉? 其实在市况非常飘忽的时候 大家就最好买商业浪电股 沽空哲能股 长短线就稳暂无蝕了 最近经常说哲能 不是哲能股才是最有生息的吗? 大家有所不知了 香港的电费有利于大户浪电 他们用电越多,电费越便宜 截头高至四截 可以帮企业减低省电压力 各位老师可以想想 一开店就各样都是钱 如果大家回到公司 开了一些灯、冷气、电脑 或者可以在公司播放一下广告 虽然是浪费一点 但就反正有电费折扣 盘数呢,股价就占行稳步上扬 电力公司当然亦间接受惠 对于喜欢长渣短炒的省户投资者来说 这类股是不宜之选 听起来商业浪费电股,真是很有潜力 好了,又是时候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现在接通了黄思拉 是否我 是否我 早晨黄思拉 黄思拉你好 有什么想请教七叔 七叔 我之前高追了9413 你猜有没有可能反弹 还是我是时候订货 9413即是香港哲能 七叔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哲能 但我先看看数据 全香港有电力市场有六成是商业用电 他们用电越多,电费越便宜 相反,德国很少人自我智能 你说了,取这些来说 对股价有什么作用呢? 嗯,七叔 那你觉得黄思拉还应不应该拿下去啊? 黄思拉,你不信我 都信下个电费机制啊 而且香港有间电力公司 未来积极建核电厂 到时大把核电 怎会省电 当然走得越快就越好 哎呀,电费机仔真是有问题的 那些小货省电都不够大户拿来浪费 同市一样都是大户玩快 我真是接受不了 还有你们啊,为了赚钱 叫人去支持浪费电 你们不怕有报应的吗? 你们小心生仔母 啊,不好意思啊黄思拉 我们的节目是给观众询问问题 而不是发表意见的 话实话,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观众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住留意我们的推介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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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